出發的程序進行進化 也是我們在當年這個程序 那我們這一次登到了要需要登錄的理由 也是因為這一次的受付再利用的調查 我們找到了一些跟之前有點不太一樣的一些內容 它還上去根據建築物所有權狀登記 是1962年上面所登記 也是因為陳國磚女士購買了這間房子 拿到了所有權狀才發現了一個新的一個市政 還在下一面 那我們的土地產權及建物的調查編遷的話 就沉入上面畢畢這樣子 那在民國的40年的時候 是由莊天慶先生所購買而成購了這一間房子 那我們的莊天慶先生購買了之後 他的小孩分割繼承之後來進行販售 那最後在2016年的時候 這棟房子就由陳國磚女士所購買 那我們的建築物範圍的話呢 就是在燕坪段的三小段 那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陳國磚女士所購買的房子之後 所拿到的建物所有權狀 那上面就是很明確的標示 它是中華民國105年4月8號來進行登記的 在下一頁 那關於我們在做一個在利用的一個調查的時候呢 我們發現它的一個歷史的部分 那它這個房子呢 就是很明確的是由莊天慶先生所購買的 然後並且是獨自經營的 那可能大家會以為說它是莊淑琴的故居 或是莊淑琴所擁有的房子之類的 我們其實在這一段經營的歷史當中 發現它所購買的 以及它所繼承的是隔壁的一段兩百零五號 那旁邊的這一個附件的話呢 是它購買 把兩百零五號 所販售給郭老闆的一個權狀和證明 那關於後來的口述歷史呢 我們邀請的是莊天慶的外甥女 寧敬至屠室 那它有來我們離花207博物館擔任志工 那同時呢 它也講述了相關它小時候在那邊的生活記憶 以及關於這棟房子的歷史 在下一頁 那接下來的話是再利用一個 適宜性的一個評分 那相關的一些文化局需要的一些資料 都已經有簡送了 而且和被通過了 在再利用的經營管理計畫的時候呢 有陳國瓷女士所貢 下來的時候就是為 迪化207博物館 那現在是免費對外參與 再下一頁 那在我們的歷史建築的管理 維護之再利用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在旁邊呢 現在有在側巷有進行一個 關於中藥的一個展示 然後呢 這間房子的一個 中藥行的一個歷史可以被看見 那我們的空間規劃的話呢 有考慮到 國務館的一個使用 以及再利用的一個歷史氛圍 那在下一頁 在方展的目標 以及整體的影韻方針上面呢 我們在利用的部分呢 就是以每日至少7小時的手館 毫不少於250天為原則 那同時呢 我們也有定時的導覽跟團體對外開放 但在利用的部分呢 我們的展覽內容呢 基本上是以台灣生活文化為主題的一個展示 那主要的話是以建築用具 以及人文歷史 那在物件的展示呢 是有回憶的物件 那在議題的選擇呢 我們選擇了70歲的回憶 20歲的童年 30歲的聽說 跟10歲的畫面 那我們整體的一個 陳國池女士的一個人力的運用編集呢 下面有三位正職人員 那我們的正職人員大概有五位 那至公有60位來營運這一個歷史建築 從2016年呢 陳國池女士她所購買的之後呢 我們整個歷史建築的維護 跟再利用的成果 其實有獲得台北市政府 以及文化物文資局的一個 這個優良的一個獎項 那同時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對於這個老房子的一個用心 那接下來是我們在對於這個歷史建築 維護再利用的相關的展覽 那可以跟各位委員報告說 其實我們從2017年開館到現在 大概四年了 那從陳國池女士購買這間房子 到現在已經五年了 那我可以在這邊很大聲的 跟各位委員講說 你現在進到我們的這個空間 跟你第一年進來的時候 基本上他的維護狀況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整體的陳國池女士 所創造的一個參觀民眾 已經到了40萬位了 所以我們現在四年間 有40多萬的民眾進來參觀 那在維護的用心 我想就不容置你 再下一頁 那這次的案件裡面呢 也就是因為我們在提議修復再利用的一個計畫的時候 有部分的委員可以有跟我們說 其實也可以順便針對等你的名稱 來進行一個新的討論 那我們也是在維護的這些四年當中呢 經常發現的是 民眾對於我們這個空間 有一些錯誤的期待跟歷史包索 因為每一棟房子都有不一樣的主人 每一個主人都有他自己的行業在 那我們之前的行業雖然是藥鋪 但是他其實二三樓是住家 那當中他也曾經做過南北貨等等 只是因為他曾經為一個藥鋪的過往 那我們現在在經營的時候呢 會發現呢 如果我們每次使用廣和堂藥鋪的這一個名稱的話 會讓整個建築的代稱過於狭隘 那我們會希望使用比較多中心化的名稱 那除此之外 再下一頁 在商業登記上面呢 也會有一些比較混淆的一個地方 那是廣和堂藥鋪 那我們偶爾也會接到 就是其他像廣和座月子中心的一個電話 對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基金會等等 就會發現說這兩個名字好像 對我們後續的這個繼任的屋主 有一點困擾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各類文化資產在申請名稱的一個混淆 就是因為有一個廣和座月子中心 所以大家都一直以為廣和座月子中心在得獎 雖然我們是廣和堂藥鋪 就是跟各位委員報告的一個內容 好 再下一頁 那所以我們也沒有說要希望這個名字改成多偉大的名字 我們也希望說這個歷史建築的登陸名稱 可以變成就是底化街一段907號電屋 這樣子一個比較中心化的一個名字 讓所有權能在經營這棟房子的時候 可以不要受到一些外界的一個困擾這樣子 那謝謝各位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來 我們請各位委員表達意見 好 來 請 我想請教 剛剛有張照片 那個建築物的地面還是在那個門窗那邊 還是有幾個字線 廣和堂藥鋪是不是 剛剛 對 這個是在二樓還是 二樓 二樓的一個位置 他原本就在那邊 我們也沒有碰過他 我們也沒有更變過他 他一直都在 因為他是歷史的一部分 其實我還是想請問戴老師 一個歷史學家 就是說 因為這是歷史是累積的 那如果知道的話 是不是說以後隔壁 那個208號就叫208號墊墓 然後209號墊墓 那整個那個有曾經發生過的歷史 我們就不見了 反而看不到了 我個人還是覺得既然他不存在 你看到很清楚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把他保留為原因 我個人反而覺得你寫了20幾號墊墊 我不知道他到底曾經發生過什麼事情 有什麼特殊的事項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來 請 文偉 我想 針對修律師在利用計畫的部分 你的廣和堂藥部建物的跟空間的描述實在是太少 完全不少的你的過去的整個發展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但是在報告書裡面 你沒有描述五階段歷史的那個過程 那他怎麼會 完整呈現建築物的歷史 第三個事情是 你的社會圖面只有平面圖 沒有立面圖也沒有棚面圖 我沒有辦法從那邊去判讀到建築物的空間形貌 還有歷史的狀況 還有甚至他是不是有特殊的結構 或是構造的材料 建築物的營建材料 我完全沒有辦法判斷 所以這邊是不是可以請 我們說明一下這個相關的資料 到底要怎麼樣呈現 好 謝謝 來 委來 請來一件 好 來 請 有意見 我給你們一個意見 包裝的對方的 經意就證一下 我們現在看起這個 在信用 因為這個現金主要過市 現在免修嗎 盡量以百分之十 一個直面 或者 總共計 所謂A3的表現 意面意面 在這個 因為這樣的角色 第二件事情 就是 我們那個 電子 電子 這個歷史在18頁 18頁這些大概都是以產權的方式來表現 不涉及到電營 那當然我們現在加上電營之後 我們不知道有在律師是中和的藥物 那我曾經在20年前還是30年前忘記了 是幫台北市民化民辦過一次大道 那時候剛剛的歷史建築可以登錄歷史建築這個事情 所以幫台北市民化辦過一次叫做大道成20幾 這樣的一個徵選的一個戰略 那曾經那時候太年輕了 曾經有一個事情發生了 就是那時候沒有查清楚這些所有的 那時候連做這些調查 沒有這個7月18月這些歷史的調查 所以大概那時候 他頒獎的時候要給的名稱 那那時候看的時候有時候是用電腹的名字 有時候用的是壁子 有時候是屋主 所以有點混亂 最後這個獎交搬的時候呢 搬不出去 因為實在是不曉得搬給什麼樣的人 到底是原來的屋主呢 還是以前的屋主呢 還是現在成租的 成租的店面 但是那些店面都改 因為那些招牌沒有一個 後來很多都 就可以說明 我要講的說 說明了這個地方 是一個 是一個 以開店為主的 這個一個島街 所以那個名稱呢 經常在改變 因為涉及到那個 進行下去不進行下去這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可以同意 這個 把這個廣合堂這個名稱拿掉 雖然他曾經 那這邊有過 有過 從61年到 應該是到200 2006年 大概有40年的時間 但是之前呢 也有很多別的 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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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不是一定要以這個 叫做廣合堂來議名呢 我覺得按照我過去的經驗呢 覺得可以忠心一點 因為方便未來 當然可能這個 這一個 這個 天翁呢 將來因為有已經 買賣過負 整整街市 那再改變的機會也不大 所以 那我覺得支持呢 可以改成原來比較 公信的 我們這邊 大造成提花店的一大堆 都是以 以地址名稱的 變成這樣的名稱 好 比較忠心一點 方便未來的再利用感染的事情 謝謝 好 謝謝 好來 請 謝謝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兩個意見 第一個 意見是有關 今天的那個 修補給再利用計畫 報告書的這個內容的部分 我也覺得 報告書的內容 目前看起來其實 我覺得非常片段 針對各項的主題 事實上不容易看到 包括建物 包括人物在跟這個房子之間的 那個歷史發展的一個脈絡 那個舉個例來講 莊天慶跟莊家之間的關係 跟莊熟席之間的關係 其實就不容易查讀得到 另外剛剛王委員所提到的 有關修補給再利用計畫的 相關的那個內容 我覺得就有一份完整的 修補給再利用計畫內容 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有一些疑慮在 第二個是那個有關名稱的部分 那個我想 因為文化資產在指定登陸的過程裡面 其實最重要的主體還是在建築物 所以我們在看待建築物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非常的尊重這棟房子 當年是為了什麼而蓋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從這個建築物來看 在第20頁的地方 當年我們在登陸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事實上當年現代建築會變立建 事實上比較少建 特別是在迪化街特定區裡面 有關相關的近現代建築物 我們要做保存的時候 事實上曾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轉折 就是從傳統的四處山窗 改為尊重現代建築的部分 那當時候在登陸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20頁最下面的這幾個特色 那個特別是它的模式制的作品 我想在這幾年的展示的這個主題裡面 針對建築物的這個主題 其實有很多很好的撤展出現 包括像蜂蜜 蜂蜜 人高麗參 葡萄等等 那這個東西其實反映的就是 那個作為一個中藥行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特徵 那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所有的包括菜利用 以及未來的那個部分 其實事實上存在一定的變數 那我們今天用那個廣和堂 那個廣和堂藥鋪這件事情 某個程度來講 其實就反映了當年創建這個房子 以及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特徵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名稱而言 那個彰顯這棟房子最重要的特徵 這件事情也是 我覺得我們在處理相關的保存的時候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個人是反對 那個比較以中性的 207的這件事情來做處理 特別是那個未來的狀態 那個會不會從現在的業主 轉為另外一個業主 我覺得這個部分 其實是我們沒辦法控制的 但是針對這個 原來的這個歷史名稱而言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個房子 它其實曾經存在的最重要的 這個歷史特色 這個目前的這個名字而言 其實我自己是覺得還滿恰好 以上兩點意見提供 好 謝謝 那以上有四位委員來表達意見 對 那麼請做說 各位委員長 好 那我們回答分兩個部分 那最後在另一個部分由我來回答 那另外一個在革命的部分由我來回答 那因為我們自己的案子當時是 其實講一個意思 就是說當年其實是要拆除條件 那因為那時候戰後的建築很少被認定為例件 那在都審的時候 張正正老師就認為說 現在業主其實有機會也可以去試看看 所以才有留下20145館 那才有現在的這個再利用的模範生 那這次的案子的事務再利用 方老師提出的一些問題 其實是我們認為總大都已經修好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說 我們用復健的方式把那個 當時的五階段的一些成果的照片 跟圖說 俊風圖說 把它附在這個報告書的後面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說明 那關於分明的部分的話 能夠由我這邊來 能夠為我圓報告 那我們這邊其實是非常希望 委員可以考量一個 它是一個私有的一個文化資產 那它是一個私人所在 一個經營的一個統一間 那當然歷史範圍這個是不用置疑的 因為它在指定的理由裡面 它曾經是要付的過往 並沒有什麼辦法 只是因為我們在進行一個歷史建築的再利用而言 它的名稱的確是為我們造成的一個困擾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有非常多不斷要解釋的一個理由 那我們會請各位委員考量 它是一個私有的一個文化資產 然後以及在鼓勵民間 進行私有文化資產再利用的一個前提上 針對我們的這個更明案 然後有所考量 謝謝各位委員 好 謝謝說明 現在我們就來填意見表 來 各位再說一下 補充一下 好 來 等一下 那個我想那個曾波池 李氏這邊的說明我們可以體會 可是各位想要聽一下 台中的公園演科 它也是例件 就它現在是最怕的就是 因為有這個名字 那我不認為說你用這個廣告 你等一下會覺得 它跟你的這個歷史 你頭目的會相違背 那這個只是我們現在 你如果談公園演科 大家就想到說那是有什麼樣的東西 你如果談綠川什麼幾號 其實大家沒有印象 這個委員 其實公園演科應該沒有跟它一樣 登記為公園演科的相關的一個商業登記載 那我們唯一最困擾的是 因為廣和堂悅者中心的這個相關的一個商業登記載 對 那如果今天廣和堂的這個智慧財產權 所有的商標權可以由我們廣和堂藥鋪來做使用 我會非常熱意使用這個名字 對 那主要是因為商業登記上面的混淆 那如果可以讓我們直接來光明正道的使用這個名字 別人都不可以用的話 我想就不會有這個疑慮 謝謝各位委員 好 很多人打電話到公園演科去掛號 所以任何事情都有各種不同的面向 好 沒關係 我們這個尊重委員們的這個決定 這個意見表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針對它的修復力的計畫是不是同意 第二個是名稱三選人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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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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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